大家好,我是Zane 2001年6月 日本广岛县士罗丁的一户四口之家和一只宠物狗 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地的村民在这之后流传 他们是被神明绑架,被身影了 身影是日本独有的概念,意思是被神怪隐藏起来 描述有不知名的力量将人物诱拐进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中 而发生事件的士罗丁一直流传着一个神话 在江湖时代,有一个名为阿夏的女性 受到委托前往士罗丁附近的大神匠山 从此就彻底消失不见 之后当地就有这么一个传说 认为阿夏是被大神匠山的神怪带往了奇妙世界 直到2001年,士罗丁的这户人家神秘失踪 加上当地的传说,直接引发日本媒体的强烈关注 广岛县的士罗丁是一个有2万人口左右的山间小城 2001年6月4日 本地一家采石厂公司的职员相约一起出国旅游 但临近集合的时候 一个名叫山上顺子的员工一直没有出现 于是,该公司就派一名相熟的同事来顺子家中叫他 这名同事到他家后却发现家里无人回应 山上顺子,丈夫山上郑红,毒水女山上千只和婆婆山上三只都不在家 就连平时爱叫唤的宠物狗Leo都不见踪影 但是透过窗户却看到家里的灯都开着 该同事感觉情况很蹊跷,于是选择报警 警员很快来到顺子家开门入内查看 现场令警员感到异常可疑 首先,屋内非常整齐,没有外部入侵的痕迹 卧室有顺子打包好的行李 为旅行准备的现金也完好无损地放在桌上 来到厨房,桌上放着煮好的早餐,灯都打开着 警员搜查过后,发现家中存折,现金和身份证都在 一整个家只有停在后院的汽车和玄关的室内拖鞋不见了 种种状况显示,山上一家突然遭遇了什么情况 导致他们带着宠物狗急忙离家 连鞋子也没有来得及换 邻居后来证实了这个说法 在半夜的时候曾经听到关车门和汽车发动的声音 而报纸配送员也表示,4日当天凌晨4点左右 来送报纸时发现山上家已经没有车辆停在那里 根据证言,警方锁定山上一家应该是在2001年6月3日晚上 10点半左右到6月4日凌晨4点之间失踪的 为了排除山上一家四口被绑架的可能性 调查人员采集了屋内的指纹和血液痕迹 但是结果没有任何异常 周围的邻居也形容山上一家应该是很美满的家庭 不管是和邻居的关系还是在职场上的交际 包括家庭内部都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这起案件的谜题有两个 第一是山上一家的匆忙 因为全家是穿着室内拖鞋出门的 似乎当时走得非常焦急 连鞋都来不及换 第二是神秘失踪 山上一家坐着汽车出门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们 即便对全日本通报了这起失踪案 但没有人发现这四个人和这辆汽车 一时间,当地流传的神隐传说被大量媒体报道 不少老一辈的当地人都相信 山上一家是被大神匠山的神怪给带走的 警方试图控制这种说法 但全家和宠物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也确实不可思议 甚至有当地人敲锣打鼓 绕着附近的山路呼唤山上一家的名字 希望山神可以把他们放回来 事件直到2002年9月7日 山上一家失踪的一年后 广岛县金丸水库附近的居民报警称 因为降水不足,水库水未下降后 发现一个类似汽车的废弃物在水里 警方立刻进行打捞 捞起后发现车牌号和山上家的车是一致的 车内发现四人一狗的遗体已经白骨化 最后根据牙齿检测 确定他们正是山上一家 然而尸体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已经损伤严重 无法判断出具体的死因 数天后 警方对外公布调查结果 称从他们掌握的情报推测 山上家有一名成员有经济问题 产生厌世想法 事件可能是这名成员 强迫家里其他人陪同其一起引发的意外死亡 公布完结果后 警方就宣布结案不再调查 对于媒体提出的这名成员是谁 警方也拒绝透露 日本民众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顺子有稳定的踩市场职员工作 事发当天还已经为第二天的旅行准备完毕 女儿千枝是当地有名的美女 参加过学美比赛并得过冠军 同时在学校担任的老师 当时已经和男友谈婚论嫁 至于奶奶三只已经79岁 自己行动不便更不可能强迫他人 唯一有嫌疑的只有山上震红 可是山上一家是当地小有名望的贵族 丈夫震红是工程建筑公司的高管 家庭资产十分丰厚 认识山上家的人都表示 这个家庭相处融洽 也没有出现过争吵的情况 这样的一个完美家庭猜测自杀 很难让人幸福 其次 调查汽车时 在车中发现全员都穿着睡衣和拖鞋 到底发生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使得一家人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急忙开车离开 最后 是发现乘车的水库 通往水库的道路是不对外开放的 同时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 水库道路的两旁 还设置了非常坚固的护栏 但是自从失踪案发生以来 水库护栏完全没有过损坏 那山上一家的车 又是怎么掉进水库里的 整起事件中 警方无视这些疑点 并迅速结案的态度 是最让人疑惑的 事件虽然结案了 但这一家的神秘遭遇 依旧让很多日本民众都在猜测 这家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稿